你現在在做什麼? 你不開始計時自我 我現在請大家安靜 請大家安靜讓我們在這個有滅墜的方式之下進行方向 請大家尊重李先生 李先生的發言要開始 我覺得多點不如待會讓我說幾句 很簡單 第一 你的地譜機制出了這麼久 為何你無緣無故開始就說不用諮詢 現在無緣無故又擺了一個諮詢出來 第二 第二 你說這個逮捕機制是用來堵塞漏洞 漏洞在哪裡? 相信這裡 起碼我看不到漏洞去哪裡 你們經常在這裡說 這個五區公投 去年2010年的五區公投 你們說這個已經是一個漏洞 為何這裡是漏洞 為何你要堵塞它? 這個行之有效的補選障礙 如果你這樣也要補充它 不要說你們政府說要在這個 今屆的特區政府爭取這個最民主的補選 你們補選 你都剝奪了我們 你這個政府是否值得我們說你是無辭的呢? 喂 喂 你現在這個政府在這裡做的事 完全是無法理解 是理解不了的 OK 記住一件事 各位 如果你連普選也要跟我收起來 我們普選 一直提供的普選 他有什麼資格在跟我們在喊 這個火候的顯露禮 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我完全不明白 多謝各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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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輪的中華人士 已發表了他們的意見 可以一起跟林局長來做出會議 請大家安靜 剛才發表這些人士 我們很靜心去聆聽 也請現在 我們現在要創演這所謂的資訊文言 好 193 你剛才問過 為何我們要倒閉這個流氓 其實去年發生的事情 是很清楚的 有五位的議員 他們終於不理會 而當然 是有五十萬的選民出來說 並且他們是重新進入議會 這是一個按照法律的程序 進行的普選 但是社會上也都是有很大的意見 認為我們可以繼續讓議員任意請示 來到浪費公開 所以我們是需要進行公眾的討論 並且你問我們為何 沒有最後一個方案是維持現狀 其實我們的問題當中 是已經提出了 大家如果認為是不需要堵塞漏洞 是否認為維持現狀 這個我們又問 所以大家完全是可以表達這個顯示 而李兆昌先生 你問到底民意在哪裏呢 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出來投票 是否一個支持 當然這個是對五位候選人一定的支持 但是這個83%的選民沒有出來支持 這一個的意見呢 我們都應該是要尊重的 而林小姐 你說應該要繼續用她這個機制來做這個補選呢 我會注意到你的意見 我多謝你發表了這個意見 我尊重的 我現在回答任林軒 大家安靜一下好不好 好呀 你回答吧你還是那些事而已 好呀